1月22日17点51分 微博发生了一件大事 张明晨发长文 与众心长地坦白了自己的生娃事件 长文内容涉及到怀孕 跟华真宇在一起 和他断掉联系 独自一人生下孩子等等 因信息量实在太大 导致微博彻底崩盘 吃瓜群众也惊掉了下巴 这一切来得太快 而事件的另一个主人公华真宇 此前几分钟也发文博表示 我们是有一个孩子 华真宇尽口承认 张碧晨发文解释 坐实了这件事情 这是继郑爽单元事件过后 2021年娱乐圈发生的 又一个重大事件 看似文弱的张碧晨 竟独自悄悄生娃 惊艳了很多人 当所有人都在追逐 张碧晨未婚先遇 和华真宇偷偷恋爱 二人早已为人父为人母的 舆论热点时 而我却在好奇 华真宇和张碧晨 到底是怎么一步步 走到一起的 张碧晨为什么要替华真宇 揽下大部分责任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张碧晨和华真宇的 隐秘情史 2015年 华真宇和张碧晨 共同参加了歌唱类的 综艺节目 唱游天下 这节目除了他们俩 还有阿兰 周比唱 胡彦斌 方大同 这一年 郑爽和胡彦斌还在一起 他们俩也正练得火热 在歌坛打拼多年 六位明星还愿意参加音乐类节目 胡彦斌当时说了句话 希望可以和优秀的音乐人一起玩音乐 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不仅可以玩音乐有火花 还可以在恋情上 当时看节目觉得二人没什么 现在看起来还挺不寻常的 比如张碧晨帮华真宇按摩 华真宇还跟他撒娇 张碧晨对华真宇很是温柔 2015年底 节目结束后 他们俩也没传出什么绯闻 感情倒是挺纯真的 然而到2018年 有网友爆料 华真宇和张碧晨正在热恋中 并细心扒出了二人有同款的戒指 外套 还有网友称 见过二人一起接手购物 大家请记住一点 不会有人无缘无故穿同款 也没有这么多巧合 与些同款都是情侣间友谊为止 明星谈恋爱跟咱们寻常人没什么不同 都爱以物激情 这一年 华真宇成了男性的顶流 他的帅气和一脸萌 惹得不少人的喜欢 相比之下 张碧晨的风评可没有这么好 所有媒体就此事 求证双方工作人员 女方偏要称 没有的事 而华晨宇方则未正式回应 对于点流的男性来说 恋爱这东西 一旦曝光可能会影响前程的 这样看来 张碧晨可真是忍辱负重啊 他很会为华晨宇着想 撇得干干净净 连个热度都不想蹭 张碧晨是真的喜欢和崇拜华晨宇呀 从张碧晨的发文来看 他是2018年秋知道自己怀孕的 那个时候刚好是网友爆出 他们热恋的时间 怀孕了还可以如此护着华晨宇 之后也是不提二人恋爱的事 由此可见 张碧晨的华晨宇是多么用情至深 其实他们俩还挺般配的 一个是快乐男生的年度总冠军 一个是中国好声音的年度总冠军 男帅女量还是同行 不仅可以一起玩音乐 还可以一起谈恋爱 只可惜华晨宇太火了 而张碧晨的事业稍显逊色 1989年9月 张碧晨出生于天井 而华晨宇出生在1990年2月的 湖北省实验室 这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两个人相隔千山万水 但是多少年之后 两个人却可以千丝万缕 缘分就是这么道不清说不明 或许从他们喜欢音乐开始 就注定了二人日后会有牵连 华晨宇从小就接触音乐 小学五年级之前 他最喜欢吹长笛 还学了钢琴 并且达到了十级 在某领域有所出色成就的人 就是有天赋的 不仅兴趣在于此 而且父母还支持 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 华晨宇小小年纪 就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规划 2009年 华晨宇参加了高考 他一心只想上武汉音乐学院 别人是想考上一所好大学 华晨宇呢 对学习音乐很执着 第一次高考失利 复读一年 他终于以优秀的成绩 如愿进入武汉音乐学院 张碧晨是受妈妈的影响 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2009年 他并没有这么幸运 他想考中系 却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 反而转向了 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法语专业 虽然大学并不是音乐专业 张碧晨还是很喜欢音乐 他在校参加音乐比赛 总是拿冠军 歌唱的成绩如此斐然 张碧晨又想闯闯音乐之路了 毕竟他是有实力在的 2013年 张碧晨被韩国的一家经纪公司签下 成为了一名练习生 这一年 23岁的华晨宇参加了快乐男生 而且独得了总决赛冠军 成功签约了天鱼传媒 正式出道 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 沾着有才华的人 不会被埋没 2007年 快乐男生火了张杰 苏醒 余浩明 现如今混得最好的是张杰 2013年快乐男生 发展最好的就是总冠军华晨宇 一个人能不能火 除了他的音乐才华 还有他的演员 华晨宇挺有观众缘的 而且很萌 花美男的形象 很讨粉丝们的喜欢 2014年 刚刚出道的华晨宇 就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唱了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 同年4月他又参加了花儿语少年 这一年 花儿语少年节目火了 华晨宇的热度也有了 从那之后他炙手可热 向着顶流蹦进 国内的选秀节目捧红了不少人 张碧晨回国也想试一试 他在韩国发展的并不好 这一年 张碧晨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 谁料想 他在盲选彩排时 差点被刷下来 可是到了正式录制节目时 却发挥出色 并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好声音年度总冠军 签约了梦想强音公司正式出道 2014年 张碧晨参加了东方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这个时候的华晨宇 已经开了几场个人演唱会 如火如荼 他们俩的人生有着共同之处 从小多的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 一个有父母的支持 一个没有父母的支持 但不管怎样 二人都将兴趣进行到底 因为喜欢跟热爱 再加上才华跟努力 能不成功吗 我刚刚说了 《拆悟天下》 让华晨宇和张碧晨相识了 二人在节目中还挺亲密的 反正都是玩音乐的 近距离接触 两个人说不定就产生了某种情愫 张碧晨的华晨宇挺崇拜的 曾在微博上发过相关的微博 华晨宇这边 倒是没有跟张碧晨相关的微博 2018年的时候 张碧晨和华晨宇 在我是歌手巅峰会上碰面 但是那时候 二人为了避嫌互相不理睬 关于他们之间的绯闻 越是愈演愈烈 他们俩就像是个陌生人一样 这一年六月 张碧晨在北京开了一场演唱会 从那之后 他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 也能跟他怀孕对上了 感情消失这么久 是带着球 偷偷摸摸生孩子去了 从那之后 华晨宇这边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从歌手明日之子 再到王牌对王牌 华晨宇一步步走向了顶流 而且在2020年2月7日 华晨宇还成了首个90后歌王 张碧晨呢 在这一年的三月份终于回归了 还记得张碧晨消失那段时间 他曾卷入了谢娜和张杰之中 有人说他插足了人家两口子的感情 对此他们只能隐忍 等到张碧晨生完了孩子 两个人还发微博破了谣言 现如今张碧晨跟华晨宇承认未婚生女 这个事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他们俩应该感谢 郑爽带给他们自爆的好时机 郑爽的事在网上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 他们也看明白了风向 这个时候承认是个最好的选择 张碧晨的发文中把大部分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他说是自己不辞而别 也没有告知华晨宇自己怀孕了 真的是如此言情句吗 我觉得到未必吧 只能说他对华晨宇真的上心了 我去看了张碧晨的微博评论 很多粉丝都在指责张碧晨 说他心机太深了 凭什么只指责女方呢 不想要孩子 当初就应该做好安全措施 而不是出了事就怪在女方身上 甭管他们俩之间有怎样的情感纠缠 都不该只指责女方 毕竟生或不生都是他自己承担 他也负了这个责 张碧晨说 他跟华晨宇正处于磨合 华晨宇方直接说自己单身 两个人在无婚姻关系下 共同抚养孩子 看得出来华晨宇还是蛮坚定的 两个人以后会结婚吗 我只能说是有点渺茫 事已至此 不要去责怪女方 没这必要 你以为事情真的像他们说的这么单纯吗 不要把帽子全扣在女方身上 既然都已经亲自鉴定了是华晨宇的女儿 华晨宇也该负起这个责任 不要对女性太过苛刻了 对男性太过包容了 谈恋爱 若不想要孩子 当初上床就别那么任意妄为 还是那句话 两个人怎么都可以 生了孩子出来 请担好各自的责 祝福他们的女儿 就这样 岳最好